成年学游泳,达二级应该是每一个游泳人的梦 我也是,我是大学的时候,成年之后学的游泳 所以说我在大学的时候,这个挖泳的成绩 40秒,那时候能够有近40秒 但是差二级还是差了三秒左右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想通过资讯 然后看一下,努力一下能不能够达到二级 今天的话念一个出发 加上挖泳的水下部分 因为挖泳动作实在是太复杂了 主要是技术动作得念 体能的话,我觉得以我的这个力量应该还是OK的 下水之后我们先保持一个流线型 流线型之后,把流线加一个挖泳的长花臂 长花臂之后进行一个 来收手同时收腿 这有两种,一种是贴近身体 贴近身体,靠近身体收 收手的同时朝收腿,伸腿 这时候就出水面 第二种的话,可以就从我们身体两边 收手,收腿 站到出发台的时候 脚前后站尽量可以站在一条线上 就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手然后,股刮的话你要抠住 手关键不要往外 抠住 一头屁股抬高 中心往前上 谢谢你,马 Go 我们现在的规则是在下水之后 坐一次叶涌腿,一次藏上地 到收手收脚之后 做第二次滑手之前 就必须要入学选拟 挖泳如果说想要念出那种 拖挖那种琴棋挖泳的感觉 这两个装备我觉得一定得有 一个就是甲腿上 一个就是滑手掌 大部分朋友念这个挖泳都是什么 上半身腰起来 加上滑手掌的加持下 你的一个滑手 腰一下就停起来了 然后在这个地方收手身体 再加速 这个动作每次有挖泳一定要练 这个练习土不动全靠手和腰腹用力 腰和手共同发力 身体才容易起来 向下之后腹部和手同时向下滑泳 陈连灯 上连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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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拦住登天 动载 动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村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 莫与